早餐 好我們現在是在 冰島的第二天 其實昨天就到了 但是我們昨天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因為要租車 然後現在呢 是第二天的早餐 喔喔水水水 然後呢 我們早上呢 就自己變出了 好豐富的早餐 我們的早餐 因為他們的優格呢 非常非常的好吃 然後我們買了超多的優格 超多的優格 超多的優格 然後呢今天有 滿滿的行程 這個旅行多了兩個人了 這是從日本來的朋友 這是Yuyu 這是她的老公 好 然後現在很亂 昨天因為超 非常辛苦才找到我們的小木屋 然後現在已經超級凌亂了 其實這裡非常的可愛 我們現在吃完早餐 然後要準備出發 去我們的第一站 這是我們的荒椒野林 這是我們的車子 我們住在這個上面 掰 我們走到第一站 去歐美交界的板塊 很多人在這裡潛水 很多人在這裡潛水 好清澈喔 好清澈喔 好冰喔 甜的 甜的 然後他們要下去浮潛 現在水溫聽說是0度 現在我們要去下一站 我們的 帥機的時機 從頭到尾120 沒有沒有120是標準速度路 哈哈哈哈 冒煙的全部都是溫潭 我們現在來到的第二站是 間歇性 噴泉 就是一個噴泉 然後我覺得有點失望 還蠻多個的 就冒煙的地方都是 然後它會突然間沸騰 啊關起來了 好的 好的我們要走了 卸下一個瀑布 希望會比較好一點 Let's go 原來要去吃東西了 要走東西子耶 傳說中最有名最好喝的羊肉湯 這樣一碗要20塊美金 我的老天爺啊 我覺得羊味還好 我覺得它有點喝起來像是 清淡版的 蔬菜羊肉湯 不難喝 但也 不怎麼樣 冰島是我目前覺得去過最貴的一個國家 比紐約還貴 比東京還貴 比巴黎還貴 第三站我們要去看我們這一次來的第一個瀑布 然後現在越晚越冷 現在這邊有水氣 所以 蠻失憂的 三口 大自然實在是太奇妙了 非常的壯觀 那往下走 就是靠近瀑布 這真的是一個超級壯觀的瀑布 你要從每個角度看都超漂亮的 好 好我們剛剛拍完的小拍照 我們要走啦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到了我們第二個晚上住的房子 B&B 超級超級可愛 我要帶你們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太可愛了 已經有人在彈鋼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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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有 撞球桌 耶 我們第三天的早上 耳掛式的咖啡 超方便的 大家又很厲害的又變出了一堆早餐 而且好健康喔 什麼都有 哈哈哈哈 今天是第三天 然後呢 我們已經吃完早餐 到了我們今天第一個景點 就是瀑布 然後今天天氣超好的 一點都不冷 非常舒服 非常的幸運 非常舒服 非常的幸運 這個水晶超大的 我們現在要讓我們那個 早上 超美的 彩虹瀑布 這好大的彩虹 小矮人出來 沒有好幾棟 因為可能我們都太矮了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每一棟都還蠻高的 然後這裡面是博物館 所以我們可以進去裡面參觀 大野狼嗎 所以後面沒有東西了 好像就只有自己家而已 這裡也有小洞 我們不想先給你們 沒有,我們現在是一棟的 因為我們來不把人都好 所以我們要來不及 這裡面的小洞 也許我們好看 來不及一棟的小洞 我們要來不及一棟的小洞 應該是一棟的小洞 那麼小洞 可以讓我們可以進去 非常奇怪的糖果 它看起來其實很像那種被壽司海苔包起來的糖果 你們每個人都要塞一顆 就要試試看嘛 我老公說 你老公說 的名言 欸 蠻好吃的欸 好好吃看這個 三個顏色 剛剛的糖果其實後來吃的蠻難吃的 所以呢 現在看到麵包好像他們也都買了 老公說來當地就要吃他們的東京 好 剛剛的糖果失敗 非常的難吃 其實 又買了新的 我買的是巧克力口味 希望這一次不會難吃的 我買了 我買了 它的油味好重喔 不好吃 剛剛我們日本朋友說 能夠做到這麼難吃也非常的不容易 他說超級難吃的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要去hiking 然後天氣呢 服飾非常的好 烏雲超多的 希望不要下雨 我們現在正在冰川上面hiking 我現在就是一顆鳳梨的造型 而且超遠的 怎麼那麼遠啊 這裡好漂亮喔 好 三个半小时的海底乐 真的超漂亮 真的是amazing 而且它不会很累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毕生难忘的体验跟经验 就是我会想要再回来走更远 然后去看看更远的地方 就是走更里面 但是我们今天大概只有三个半小时 不够 再一次 我们回来了 顺利的回来了 然后没有下雨 非常的开心 我刚下了点冰雹 我们现在呢已经就hiking完了 然后要hike回去 冰岛的天气呢 真的是比女人还要三变 大太阳 刚刚在下冰雹欸 刚刚在下冰雹 然后现在出大太阳 我眼睛都快眨不开了 等一下呢搞不好又要晃风暴雨回去的时候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天气有多好 刚刚明明也是 冰雹 一步 啊 冰雹 刚刚说太阳大到我眼睛睁不开 所以世界上最善变的人不能再说是女人 要说是Iseland 今天是在冰岛的第四天 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冰河湖 今天想要不要在里面 然后我们又发现到另外一个瀑布 所以呢我们就停下来看 很冷 好我们要继续前进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冰河湖 天呐 我们现在在冰河湖 就是千年的冰河湖 这根本就是 拍弄电影跟写真 明信片的地方 根本就是明信片的场景 超漂亮的 光是看到这个景 就觉得这个旅行呢 是值得的了 好 博弈喔 哈哈哈 我们现在往里面走 走过去一点 整个河都很漂亮 就好多好多冰 我本来想要坐穿 可是可能时间上不够 就 我们刚刚已经找到龙虾 它 号称冰岛最好吃的龙虾 但是呢 我们非常的饿 所以我们已经开动 然后完全忘了拍影片 哈哈哈哈 超级好吃 它的龙虾是种种很小很小的 哈喽 你看大家超忙的 哈喽 哈喽 今天是第五天 我们要开回首都了 就是我们只有还半个岛 开回首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退下 湖的水平面就超漂亮的 好像一个镜子一样 跟云都连在一起 哈喽 里边的桃椅超漂亮的 像个镜子一样 我开这看到一半 然后看到路边 超漂亮 我们就停下来拍 给你们看看有多漂亮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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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耶 OK 我们碰到岩石的镇房 你看大家 好稀疑 哈喽 我沒有食物 我們來到了首都 最後兩個晚上要待的Airbnb 超級可愛的 但是 它非常的小 給大家看一下 嗨 我們的冰島最後一載 塗面膜 據說塗十分鐘可以年輕十歲 我們找到一個SPA超熱 然後喝了東西 然後就超級舒服 超熱 非常非常舒服的 結束了我們冰島的旅行 我不想起來了 這裡好舒服 好冷喔 好冷喔 我們現在是到處第二天 明天就要回去了 所以今天是 必要的逛街日 我們回到首都逛街 首都就非常的都市化 很方便什麼店都有 那首都反而比較冷 哈 我們現在要離開冰島了 十一天的旅行呢 結束了 然後呢 現在非常的累 因為我們昨天只睡了三個小時 看了超多的Rambos 回紐約了 下次會再來 很好玩 你們有機會要來 拜拜